在今天上午,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,展开了决赛的争夺,王强和张帅会失到了决赛中,这两位中国选手已经提前锁定了女子单打的金银牌, 这场决赛中对阵双方王强和张帅也是天津的队友,场下关系很好,王强肯定是希望未免成功的,而张帅作为本届亚运会的头号种子选手,还没有拿到过亚运会女单的金牌,他只在十年广州亚运会网球女子团体中拿到过冠军,所以对于29岁的张帅来说无移动力会更强一些,首盘比赛第一局张帅就被王强破了八球局, 张帅在比赛之前,还有拉肚子的情况,所以在体能方面是处于劣势的,第二局王强的移动速度体现了出来,比线发力的优势也很明显,最终他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,局分2比0领先,第三局张帅再度被王强破案,第四局中王强的发球局被张帅破掉,局分来到1比3张帅还是落后, 第五局张帅在一度被对手拿下破发点的时候连续得分半了回来,之后张帅发力破发,成功将爬分,半成3比3被连班三局之后的王强也开始发力,破了对手的发球局,之后再度取得领先,紧接着张帅连宝带破拿下了首盘,张帅的失误有些多,首盘比赛王强是6比3张帅, 第二盘比赛首局张帅连续失误让王强爆发成功,前往击球的好机会张帅也没有把握住,好在第二局的时候张帅爆发成功,第三局张帅一个好球被吹,没办法亚运会中没有,鹰眼,王强爆发成功,第四局王强在领先2分的情况下被张帅连班5球实现了逆转, 第五局王强也实现了爆发成功,两人都没有打出类球,第六局王强破发成功,将局的拉大倒了4比2,张帅因为落点的判法有些不满意,之后王强再接再厉,他干净利索的爆发成功,并且破掉了张帅的发球局,最终以2比0击败了张帅实现了卫免亚运会女子网球单打金牌,这也是亚运会历史第一次有女球手卫免呆打金牌, 张帅获得亚军得到银牌 黄奥尔的角色,是什么人都没有打开的,将图上的小数字形成功,对移住力量的小数字形成功,对移住宗语与卫养的小数字形成功,对移住 expenses,颅复为不满意,为非常牌机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